这个男人是个狗汉奸 专门欺负黄花大闺女 没想到女孩是毛山传人 她直接给男人吓了诅咒 老黄是个失眠症患者 从小到大她有一个秘密 就是她有阴阳眼 凭借自己一双慧眼 老黄可以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她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必须是上香 随后老黄开着小跑车来到医学院 她有个体面的工作 医学院教授 主攻方向为脑神经 而这些年 她一直在研究一个课题 那就是如何让人类不睡觉 正常上班工作 她目前的研究对象 还是几只小老鼠 在课堂上老黄大肆宣扬 自己的睡眠进化论 她以动物为例子 讲述被捕猎的动物 通常的睡眠时间都较少 因为他们要保证 经常处于觉醒的状态 睡觉很舒服 但是也是人类最脆弱的时候 而睡眠实际上也分为几个阶段 潜睡 深睡 和快速动眼期 因为研究需要经费 老黄找到校总会 希望能够劈一下点钱来 但是申请却被拒绝了 原因就是众人 都觉得这项研究是反人力的 但是老黄却理由很充分 值得有声 人类五千年文明实力 我们因为睡觉 知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 人的一生 大概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睡觉 老黄可无遮拦替自己辩驳 但是校领导 却只回怼了一句话 不睡觉会死人的 人怎么可以不睡觉呢 人不是动物 老黄气得后槽牙都咬碎了 你们这么做 叫做迂腐 犬如 老黄气冲冲走出了会议室 而这是一位美少妇 邱孟希找到了他 刹那间 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当天晚上他和女人 便来了一场烛光晚餐 其实女人是老黄的前女友 十年前 女人一声不吭 离开了老黄 老黄还想着和女人 久情复燃 不断聊拨着眼前的女人 可邱孟希这次来 显然不是为了感情的事情 他来是请老黄看病的 老黄的老师米拉教授 在半年前死掉 而邱孟希正是米拉教授的病患 他所患的是特殊性失眠症 老黄知道这病的遗传几率 为50% 邱孟希也告诉老黄 这病已经带走了他的爷爷和父亲 而老黄也一直在研究这种病 但是找不到临床的对象 这下子临床研究对象算是有了 邱孟希告诉老黄 他的大哥已经三个月没睡觉了 老黄当即和邱孟希来到马来西亚 小秋也告诉了老黄 自己爷爷当年的病情 老爷子不仅不睡觉 更是会看到奇怪的东西 而小秋父亲也出现了同样症状 家人以为是中了酱头 也请来了巫师 巫师说 想要解降不获及家人 需要小秋大哥亲手将父亲双眼缝上 但小秋大哥嘴中也并发 大哥虽然睡着 但是没有进入深睡状态 特效安眠药已经根本没用 老二让医生赶紧想办法 不要浪费自己时间 小秋介绍老黄给老二 老二自称 自己和老大一个妈生的 让小秋不用做些什么 来特意讨好大哥 老黄不管不顾 直接怼了回去 此时医生正准备给老大做检查 老大直接喊着就冲了出去 众人赶到之时 老大已经命丧黄泉 深夜老黄直接来到停尸间 拿刀割开老大的面皮 老小子为了科学研究 也真是煞费苦心 老黄将脑子切片 直接灌上芳尔玛林 将其撞到榴莲之中 而后若无其事 来见秋莫熙 老黄已经准备坐下午飞机离开 而小秋大嫂一直询问小秋 怀疑秋家被人下了邪咒 他询问老黄 老大是否被人下了邪术 老黄说中邪也不奇怪 小秋质疑老黄是科学家也信这些 而老黄则告诉他 都是找寻原因解决问题 已去同工而已 小秋随手给到老黄一张大额支票 用来支持老黄研究 老黄却不想接受 小秋说出这是老二给的钱 老二已经开始担心自己 如果老黄能够研究成功 或许他们家的失眠症会得到解决 这也等于是帮了他们邪家 老黄接受了支票 随后便把榴莲寄回到香港 深夜老小的独自来到研究室 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奇怪的是 老大明明已经死去两天 可是脑细胞却异常的活跃 在睡眠觉醒中枢功能的脑干那里 也找不到有什么问题 病人的脑表面 看不到有明显的异常 只有脑秋出现20%萎缩 另外90%的神经细胞不见了 成音不明 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失眠咒 或者失眠降头的话 那么一定是影响脑秋的邪术 老黄被吓了个半死 这个大科学家也开始相信牛鬼蛇神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神婆 随后神婆在纸上 写上了老黄父亲的生辰八字和死记 随后神婆开始做法 不久之后 老黄父亲附体成功 老黄不敢相信 总感觉这神婆在占他便宜 随后问了几个 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没想到神婆全都答对了 看来父亲真的附体了 这一句把老黄吓坏了 看来睡不着觉果然是遗传的 这时老爹也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是个战争的年代 日本人入侵华夏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一天晚上 日本人又开始四处搜查 大佐直接带走了家中四个女人 见到这一幕的老爹连忙表示 日本鬼子来搜查了 随后老爹便打开了门 眼看刀枪在前 老爹只能跪在地上 而当日本人拿起老爹王妻的照片时 老爹直接标起了日语 日本人在房间里搜出来几本日语书籍 其中一本是借穿龙之介的作品 大佐看了一眼护照 疑惑的询问老爹是怎么会日语的 原来老爹父亲是清朝改革派官员 为躲避慈禧迫害 点影军了日本 因此老爹是在日本长大和读书的 大佐一听 你在日本长大 就应该孝敬天皇啊 大佐让老爹去军营找自己 而且让老爹少看借穿的书 狗活与乱世的老爹 次日在街上买米时 日军则在收取同国同户 看着口袋中的大米 老爹也坦然告诉母亲 学校关闭 自己没了教职 但是自己会想办法 让家里好起来 不得已之下 老爹到军营做了翻译官 田中大佐很赏识老爹 还将他介绍给周福 生成可以帮到周福的 祥阳岛慈善总会 老爹就这样 进了日本人的队伍 跟着日本人收保护费 而此时城中的法师世家 姐姐正在画符 这茅山树船长不船右 船男不船女 家中没有男丁 姐姐只能学法术 为此他也嫉妒自己妹妹 可以自由的过正常人生活 周福带着老爹来到法师家中 上款了 周福一看就嫌少 让日本人开始搜查 可是老法师哪还有钱 眼看士兵要查到楼上 老爹只能自讨腰包 当天晚上 老爹用日本人给的钱 买来了米和肉 听从母亲安排 给到他们家生病的邻居祥叔 可是却被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 虽然嘴上一直开骂 但还是收下了东西 第二天 大佐将老爹叫到了办公室 田中被上级提拔了 老爹当即表示祝贺 而田中也给到老爹一笔赏钱 随后大佐又给老爹安排了新的工作 罕见周福将老爹带到了卫安所 可老爹一看就不愿意了 周福只说了一句 老爹询问周福给女孩注射的什么 原来他们用鸦片来控制女孩 回到家中 老爹已经吃不下饭 当天晚上在卫安所里 老爹遇上了几个孩子 正是祥叔家的孩子 老爹直接去买了上号高度烈酒 将日本人直接灌醉来 随后他放了那几个孩子 可是在大街上日本人发现了几个孩子 他们直接开枪 很快女孩逃跑的事情警动了大佐 大佐直接将两人叫到了办公室 怼着周福就是两个耳光 他告诉周福跑了四个就得抓回四十个 日军开始全程搜捕女孩 周福来到老法师家里 眼看着老法师不配合 周福直接让鬼子动手 趴在阁楼的女儿 眼睁睁的看着父亲 马上就被打死 想下楼去阻止 结果被抓个正招 老法师也一命呜呼 晚上大佐进行隆重的庆祝会 被抓的女孩也被带了上来 大佐看老爹表现不错 决定让他挑个老婆 而老法师呢 对姐妹花成为了首选 可是老爹并不想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随后老爹一把把妹妹夺了过来 而大佐选中了姐姐 当天晚上 大佐正想雨水之欢时 却看到了姐姐的眼睛 他被吓了一跳 随后周福被叫了过来 被天中教训一顿后 周福直接折磨起姐姐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姐姐是茅山树传人 他的家庭一直流传着古老的茅山秘书 而老法师家里没有男丁 姐姐洗得了这茅山树 而他的那只眼睛 就是常年学习茅山树的后遗症 随后姐姐直接给周福下了诅咒 助着王八蛋到八辈子血没 周福立马安排给姐姐挂牌出台 姐姐遭受非人的折磨 而另一边 被老爹带回来的妹妹 则是另一种待遇 妹妹成功融入了老爹的家庭 而妹妹也没忘了姐姐 她请求老爹发发慈悲 可以救救她姐姐 至少可以让她姐姐好过一点 但等到老爹找到姐姐的时候 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姐姐追问老爹 为什么选自己妹妹 不选自己 姐姐恨命运的不公平 你为什么要做汉奸 我没有 我不是 你不是好人 姐姐用最后的力气 给老爹下了茅山树 回来后 老爹只能告诉妹妹 她姐姐还很好 而从那之后 老爹再也没有睡着过 还经常看到一些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妹妹最终知道 自己姐姐已经死掉 而老爹也种了他们家的茅山树 而这个时候的妹妹 已经嫁给了老爹 为了和老爹生活下去 当天晚上 几人来到了乱葬岗 他们从四人堆中 找到了姐姐 第二天 他们将姐姐安葬 年幼的小黄也被拉了过来 可是即便如此 老爹的茅山诅咒 仍然没有消失 而且情况 也变得更加严重 从房间走出来之后 她竟掐住了儿子的脖子 妹妹为了救儿子 从厨房里拿出了菜刀 果然吓住了老爹 随后三人准备逃跑 可是妹妹 却再次被老爹拉了回来 妹妹最终被乱刀砍死 精神恍惚的老爹 拿着大刀 一路走去了大佐的房间 老爹将大佐 捆绑在了床上 直接给他来了个物理阉割 最后给大佐脑袋取了下来 走到街上 老爹大喊 冤有头债有主 最后被日本人乱枪打死 在了解完父亲的经历过后 老黄张提了告示 招聘助理 完成脑部实验 两个小弟成功入学 而老黄前女友 突然出现睡不着的情况 他找到了老黄 而老黄也毫不客气 让他成为自己的实验对象 老黄随后找出了米拉教授 留给他的气态蛋白质 帮助前女友 修复细胞蛋白质 最后老黄将日常生活用品 给到了前女友 我会24小时监察你的维生指数 气态蛋白质之招 果然奏效 前女友很快就睡着了 这也证明他的身上并没有诅咒 可是老黄却打断了前女友的话语 只是潜睡 还不能这么快下判断 随后老黄决定加大药量 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 除了潜睡那一阵 前女友已经八天没有睡觉了 前女友对老黄说出了一个秘密 在前不久 他找到了私家侦探 查到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女友的祖上 正是周福 后改名为秋福 所以说前女友是周福的后代 得知了正式情况后 老黄走出房间 锁上了门 将气态蛋白质 换成了会使人亢奋的气体N气 为什么里面那瓶气体 又换成了N气 你懂什么呀 而实验室里的前女友 已经开始四叔 随后前女友变得疯癫 我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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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黄打开房门之后 竟然发现前女友 在啃食自己 老黄露出了微笑 这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当时的老黄还只有二十岁 而她也是从这时开始 看到了姐姐的身影 也就是那个女鬼 老黄质问奶奶 为什么要让自己去乱葬岗送花 那个女人一直都跟着自己 为什么要让诅咒一直进行下去 随后老黄亲手用枕头 呜死了奶奶 画面一转 竹里清晨来到实验室 看到监控画面出现了马赛克 随后助理报了警 警察将浑神世界的老黄带走了 其实老黄仍然是被姐姐附身 老黄的实验室选择在了永泰坊 而当初姐姐埋葬的地方 也是永泰坊 一直以来都是这魔咒在一起作用 根本不是什么世面症 睡不着就起来看书 大哥 放个长假休息一下 爸爸已经很多天睡不着了 别吵着爸爸 让我睡觉啊 快拿给他 tekst 大衅 太对了 老闆 老闆